大家好,我是洪隆兄 這次我們這則影片 要教大家種酪梨的好朋友 最近你的酪梨是不是有開始結很多小果 那些小果最近開始掉了 酪果率很高 這則影片我們就要用生物學的角度 來教大家 如何盡量防止酪梨酪果 我們先說結論 酪梨這種東西 他為什麼叫酪梨 代表他一定會落果 他落果率 是非常高的 大概開1000朵花 只會結一個果 然後要怎麼防止他落果 我們大概分成三種方式 分三招 三種方式來減還酪梨的落果 我們先來看一下現在酪梨的狀況 現在這個酪梨 他 就是開始結果了 這顆是我們晚生的 丘可德 對丘可酪梨 今年的丘可狀態 還算可以 就是他是有結一定的果的 我們看一下其他顆 他每一顆的產量 我自己種起來是 不一定啦 有一些整顆都是 有一些就零星幾顆 現在就是要 盡可能的 減少他的落果量 今天你會來看這支影片 絕對不是因為那一種 還要輸果的奢侈人 一定就是怕果實最後掉光光 今天我們就來幫助你吧 這裡我們大概整理出了三大方式 第一種 肥料管理法 第二 水分管理 第三 養分阻斷法 那我們先說第一種 我們知道植物有 不太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元素生長情形 他肥料大概就分成我們的蛋靈甲 蛋肥、靈肥跟甲肥 那我們就先來介紹我們的 營養生長 我們蛋肥 蛋肥主要是促進葉子 葉子的生長 就是可以讓他提供行光合作用 然後 產生碳水化合物 然後誘導果實膨大 然後我們靈肥是促進開花 甲肥 當然就是說的水果肥 讓水果變甜 維持細胞內的電解質 那一類的合成酵素 強化枝條的穩定性 我之前有做一則撒雞糞的影片 那個就是有機肥啊 但是那個就是 就是 在長葉子或長枝條期 才能使用的 到現在要做果了 蛋肥 就是他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他容易讓你誘導你的酪梨去長葉子 導致你的果實都掉光 水分管理 第二種水分管理 水分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最近 最近也剛好 是 偏向比較容易下雨的 你看天空 這個雲亮 最近的水氣其實是夠的 所以水分管理在我們這邊其實 還好 如果你是非常乾的地方 記得 就是 太乾的話 就是要撒一點水 一直到他 果實變大一點之前 那個水分都是要足夠的 然後再來 我們養分的阻斷啊 有些人說可以去劈啊 劈那個酪梨 就在他的那個樹頭這邊 做 漁林劈啊 或者是環科 可以幫助他減少落果 環科大概就是幾種啊 花錢科的話就是 改變他的花繫啊 去調整他的 生產時間 啊 他在結果的時候 劈 他就是可以 減少落果 我們酪梨為什麼這樣就可以減少落果呢 因為 酪梨他 就是 在結果的時候 就是比較怕蛋肥啊 啊你做環科啊 或者是我接下來要使用的 綁鐵絲 就是我要介紹的 就是數量少的話 可以這麼做的 一種方法 我們可以把它綁個鐵絲 我們環科之後就會 會阻斷他的養分供應 讓他 不會吃到那麼多的蛋肥 但是環科要技術 環科如果技術不好 你可能會提早畢業啊 你的酪梨很快就 不小心被你砍太重 砍掛掉了 現在你們看到前面這一顆是我們的 紅心圓啊 今年紅心圓的狀態大概是最好的 你看他的那個結果量 每一個那個花碎後面都至少會有一到兩顆 但是這個最後都會再讓他弱一點掉 我們 酪梨一定會掉 如果完全沒有掉 他這一顆大概會掛掉吧 因為他 樹葉就這麼多 你完全沒有落果 他那個養分會支撐不了 他最後整棵樹 就會出問題 或者是導致明年不太結果 所以 之後如果真的非常多 還是要稍微輸掉一些 我們一般果實對葉子的比例大概是 25 對一顆吧 20到25對 對一顆 20到25片葉子 可以長一顆果實 葉子如果太小的話 就會造成 小果或是果實畸形 那賣相就會很差 養分不足 他的油脂 他的分布就會比較少 我們去看一下其他的品種 現在前面這一顆是我們B型花的品種 我們園區裡 上次移植下來的B型花 但是沒有吊牌 所以也不知道 他的品種是什麼了 但是可以確定他是B型花 他也是有結一些 這個只要他沒有掉都是夠的 雖然說跟剛剛的那個沒有辦法比 但是只要他不要 落果 就是基本上這樣子一串葉子大概也就一到兩顆 他只要不掉都是夠的 這個是我們的 黑美人 你看他的果型是比較長的 就看這個果子就知道他的品種 今年這一種品種他的結果率比其他的還要低一點 但是 就是跟剛剛講的一樣 只要他不掉都是夠的 剛剛講的肥料 我們會使用假肥 我們著重多一點的假肥 適量的假肥 也可以稍微減少他的落果 好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來介紹我們 剛剛前面講的 老農夫傳授的那個 落果 減少落果的方法 我們剛剛講到 腹裡就是怕 最近就是怕那個養分輸出的速度太快 導致他都長到葉子去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 用他們 老農的智慧 那我們現在就用這個 這個是鐵絲 我們去把他做綑綁 這樣他就不會 有大量的養分做輸出 這樣就可以有效的 防止落果快速的落果 那我們現在就來操作吧 來操作這個鐵絲把他綁上去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鐵絲 像這個這個樣子 接下來要去拿個剃鎬 就那種鐵鉤 把他從這邊這樣子轉起來 讓他 也不用到非常緊啦 就是有一定的緊度這樣就好了 然後這個最後還要再拆掉 因為你一直綁著他最後這棵樹也會出問題 就是有一定的緊度 我們這樣子把他綁起來 讓他 轉在這個上面 可以 稍微阻斷一下他的養分 但是到 那個 酪梨果 大一點起來之後 就要再把這個拆掉了 就是不可以一直這樣子綁 這是暫時的 就是你如果家裡種一兩顆暫時性的 你可以這樣子做 好 那我們這次 酪梨 減緩酪果的影片 就先 介紹到這裡 我們下次還想要出 就是 酪梨 做果旗的那個肥料介紹 我們出一個 詳細一點的肥料介紹 來告訴大家 要買哪一種化學肥 或是吃什麼 天然肥 有機會我們再來做介紹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MING PAO TORONTO